她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最美艳的女汉匪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连杀四人 并将她们碎尸荒野 在这四名受害者中 其中有一位还是她的未婚夫 除此之外 这名女汉匪十分狡猾 在执行枪决前 因其编造的一句话让她多活了三年 那么这名蛇蝎心肠的女汉匪究竟为何如此残忍 她又是如何一步步堕入深渊的呢 1967年 东北加姆斯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里诞生了一名女婴 因其长相清秀可爱 老夫妻俩将其取名为马艳红 看着自己怀胎十个月生下的孩子 夫妻俩心里别提有多么开心 他们都憧憬着未来会越来越好 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孩子将变成一位冷血无情的女杀手 童年时期的马艳红十分懂事 她经常会在父母浓忙的时候打下手 从来也没有向父母要过什么 这让家里人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这样的懂事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失 十几岁时 马艳红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美女 在同龄人中十分出众 村里也有不少男孩向她献殷勤 对此马艳红没有拒绝 反而是得寸进尺地收取了一些小恩小惠 在她看来 老天没有赐给她一个富裕的家庭 却赏给了她一张能吃饭的脸 就在这样的思想下 马艳红从初中便开始与异性混在一起 沉迷于男女之情中无法自拔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马艳红意识到钱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兜里有钱才能玩得开心 初中毕业后 马艳红再也无法忍受学校生活 她毅然决然选择弃学 想要靠自己的能力 在外面做点大事赚些钱 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能有什么大事让她做呢 一开始马艳红在饭店做服务员 或者洗头小妹 她每天努力工作 但收入依旧只能满足自己的日常开销 对此马艳红失望地回到家里 她开始改变想法 企图通过婚姻 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凭借马艳红的外形条件 想在村里找个条件不错的小伙并不难 甚至有些都赶着到马艳红家里提亲 此后经过一番精挑细选 二十出头的马艳红 嫁给了一位年龄相仿 家庭条件不错的同村小伙 婚后不久 马艳红便生下了两个大胖小子 然而本该安安稳稳 过日子的马艳红 却越来越不满足现状 她认为人生才刚刚开始 况且自己长相出众 就这样过日子实在不应该 1994年 马艳红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并且狠心抛下了两个孩子 独自跑到了加木斯 准备在这里干一番大事业 就是这一决定 马艳红的人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是90年代 东北最出名昭著的女汉匪 凭借自己出众的长相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 连杀四人 硬抛是荒野 甚至连自己的未婚夫都不放过 除了心狠手辣之外 她异常狡猾 凭借一句话多活了三年 那么这名冷艳女汉匪 究竟是谁 她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从农村来到城市后 马艳红瞬间 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高楼 也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整洁的城市 这一瞬间 让马艳红下定决心 要留在城里 过富人的生活 此后 马艳红用自己仅有的积蓄 在加姆斯租了一间房子 并开始四处找工作 但结果和她预想的一样 没有一技之长的她 只能做些端盘子洗碗的工作 赚到的钱 除了日常开销 房租勉强刚刚够交 然而 心高气傲的马艳红 绝对不会满足于此 此后不久 她便辞掉了工作 准备另寻他处 但一连找了好久 马艳红依旧没有找到 稳定的工作 就这样 她身上的盘产越来越少 眼看连房租都要交不起了 面对这样的窘境 马艳红并没有回老家的打算 因为她知道 自己的外表是她最后的武器 1994年8月的一天 马艳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并做了一桌子好菜 随后便将房东徐某 约到了自己出租屋里 在吃饭过程中 马艳红不停地给徐某敬酒 眼看喝得差不多 便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她先说 自己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本来和丈夫一起做生意 赚了一笔大钱 但丈夫却和自己的好朋友 勾搭到了一起 最后 把所有赚到的钱 和两个儿子都带走了 自己是走投无路 才到这里打工赚钱的 借着酒精的作用 马艳红的表演 可谓是栩栩如生 期间 甚至还流下了几滴眼泪 徐某看到眼前的女人 这么的无助 心里便对马艳红 产生了怜悯之情 随即将她的房租 从100元 降到了50元一个月 但即便是50元一个月 马艳红 依旧是拿不出来 于是她便又演了一出戏 某天晚上 马艳红再次将徐某 约到自己的出租屋 并一脸委屈地对徐某说 自己老板出差 还没有回来 工资暂时发不出来 这个月的房租 可能又要往后拖了 说完 马艳红又生情并茂地 流下了眼泪 看到马艳红这个样子 徐某赶紧上前安慰她 并同意房租 可以拖到下个月交 说完这话后 徐某从自己钱包里 拿出了200块钱 给了马艳红 让其先拿着用 也正是因为这一举动 马艳红看到徐某钱包里 一打现金 少说有5000块钱的样子 在90年代 万元户都很少见 能带这么多现金出来的 家里绝对不差钱 看到这些钱后 马艳红心里 怦怦直跳 一个邪恶的想法 也在这一瞬间 孕育而生 她是90年代 东北最冷艳的女汉匪 凭借初中的样貌 在一年时间里 连杀死人 甚至连自己的未婚夫 都不放过 那么她究竟为何如此残忍 又是如何一步步 走上深渊的 1994年8月底 马艳红的房东徐某 准备带着妻子和孩子 回老家探亲 而这一消息 无意间让马艳红听到了 于是她便借机 要为这一家三口送行 一再邀请他们 到自己出租屋里吃饭 平日里 马艳红和房东一家 相处得很好 对于马艳红提出的 吃饭要求 也不好拒绝 于是便答应了 在临走前一天 到家里吃饭 这天马艳红早早起床 准备好了一桌子饭菜 随后便邀请房东 一家吃饭 在吃的过程中 马艳红得知 徐某要在老家待上一阵子 短时间不会回来 而这个消息 则正中她的下怀 此后吃到一半 马艳红突然说 要喝点啤酒 以感谢徐某一家的照顾 于是便外出买酒 在回来的路上 马艳红偷偷 将事先准备好的药粉 倒进了酒水中 并哄骗一家三口喝了下去 之后没过多久 徐某三人便晕倒在地 见三人已经昏迷过去 马艳红立即从徐某钱包里 拿走了所有现金 并在其家中翻箱倒柜 拿到钱后 马艳红准备逃走 但她突然担心起来 如果就这样逃走 这家人醒后一定会报警 到时候就算自己有钱 也不敢话 一想到这里 马艳红瞬间失去了理智 她冲进厨房 拿了一把菜刀 对着地上的一家三口 便挥了过去 但看着地上的三具尸体 马艳红又感觉目标太大 于是她再次拿起刀 肢解了三人 并在此后将尸体 装进了多个黑塑料袋里 趁着黑夜 将其抛到稻田 水沟和桥下 干完这些时候 马艳红拿着五千多块钱 又租了间房子 并在此后 短暂地体会了一下 富人的生活 这种感觉 让她尤为地享受 但很快五千块钱就花光了 马艳红不得不再次 走入现实 而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马艳红再次将目光 放到了男人身上 此后她来到一家婚姻介绍所 用自己伪造的身份 让工作人员 给自己介绍对象 对于马艳红这样的外形条件 找对象并不难 很快便有一位 心懂的男士 看中了她 董某是加姆斯当地的 一位公职人员 长相帅气 为人忠厚老师 最重要的是 家庭条件也不错 就这样马艳红 很快便与董某 确立了恋爱关系 并同居到了一起 然而 马艳红怎么可能 对董某动真心 在恋爱的这段时间里 她时常打探董某的存款 董某对其也没有任何防备 很快便将自己的 两万元存款 告诉了马艳红 1995年 为了让董某更加信任自己 马艳红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董某听完后高兴坏了 随即便带马艳红 见了自己父母 但此时的董某 并没有窥探到 马艳红可怕的内心活动 同年6月2号 马艳红在家中 等待着董某下班 并为其做了一桌子菜 董某到家后很是开心 于是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然而不到半个小时 董某便头晕目眩 一瞬间倒在了地上 原来马艳红 早就在饭菜里下了药 就等着董某吃下去 董某晕倒后 马艳红把他的存折翻了出来 随后拿刀将其碎尸后 抛到荒郊野外 其实早在马艳红 首次作案后的一个月 有群众就发现了塑料袋 包裹的尸体 警方也展开了调查 但始终没能找到嫌疑人 而在距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相同的碎尸案再一次发生 引起作案手法相似 警方判断这是一人所为 但怎么也找不到凶手的踪迹 此后经过法医鉴定 警方确认了最后一名死者的身份 并顺藤摸瓜查到了马艳红 随即他便被列为了重点嫌疑人 经过警方连夜蹲守 最终在银行门口抓住了马艳红 在之后的审理中 马艳红被法院判处死刑 但在行刑前 马艳红突然说 自己有一名同伙姓王 由于案件的严重性 警方相信了马艳红的话 并对其同伙展开了调查 但一直到1998年 警方依然没有搜索到 任何有关的人 最终警方识破了他的谎言 马艳红也在被捕三年后 出意了死刑 至此这名蛇蟹心肠的杀人犯 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